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科幻动作片 死侍 影片一开场 死侍坐着大眼哥的出租车 准备去跟人玩命 死侍说这女孩不错呀 长得有几分子色 大眼哥说死先生你真有眼光 本来这女孩应该嫁给我的 可他却瞎了眼 喜欢上了我表哥这个杂碎 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 死侍说老弟沉出气呀 要想得到自己的真爱 就必须活得出去 这俗话说脸皮够齿的厚 脸皮薄吃不着啊 你现在万事去北就差不要脸了 大眼哥说死先生你穿成这样 是打算干嘛去啊 死侍说我去找毛大哥 让那孙子弥补对我犯下了错 大眼哥说他把你怎么了 死侍掀开了头套 当时就把大眼哥给吓尿 接起来是一场动作戏 双方打的是狼酷尾交集肺骨套 这死侍为什么要找毛大哥算账 这事还在从两年前说起 死侍还不是死侍的时候 我把他叫个大长脸 曾经当过特种病的大长脸 以前是当地的一个小动物 干的是拿人钱财提人消灾的门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他在酒吧里认识了小姐大眼妹 正常情况下 这应该就是一次简单的交易 两人各取所需 完事后各本东西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嫖客和小姐居然产生了真爱情 不过这也不奇怪 李湘君和侯芳玉 柳如氏配仙天义 哪个不是惊天动地咳咳咳气啊 这恰恰说明 真正的爱情是不分国界种族和职业 可好景不长啊 两人这边刚订了婚 大长脸就被查出患了癌症 这件事对大长脸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这哥们干活也没劲 吃饭也没味 整天的癌症弹气 一天晚上 大长脸正在酒吧里接酒要愁的时候 鸡贼叔找上了他 鸡贼叔说 我知道你被诊断为癌症晚期了 从理论上来讲 你属于秋后的妈咋 蹦得不了几天了 大长脸一听就一肚子的气 说有事说事了 甭我超来劲 鸡贼叔说 我代表组织向你伸出援手 不仅能治好你的癌症 还能赋予你超级力量 你觉得怎么样 鸡贼叔的话 大长脸根本就没大块事 他觉得这孙子就是一骗子 当一个人得知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 这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不拖累大眼妹 大长脸在一个身也不刺而别了 然后他找到了鸡贼叔 打算把自己这个死马当红马仪 如果真有意外收获 那当然再好不过 如果不管用 那也只能认命 负责改造大长脸的是 毛蛋哥和助手大兄妹 毛蛋哥说 我们这是个私人机构 专门负责把那些废柴改造成 拥有超能力的人 不过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 我和大兄妹就是这么过来 接下来的一切 对你就是一场噩梦 你好好享用 为了激活大长脸体内的突变基因 毛蛋哥和大兄妹 不仅对大长脸圈大脚踢 而且还使出了所有下三连的手段 把大长脸折磨的是痛不余生 可折腾来折腾去 这大长脸也没有变异 毛蛋哥说 这可是最后一招了 再不行的话 我们只能对你使完中气 这招确实是挺有效 这大长脸不仅是个画廊 而且小聪明还特别多 这哥们儿略施小技便尿多了去 紧接着是大长脸和毛蛋哥 这场动作戏 由于刚变异还有点不太适应 这大长脸很快就被毛蛋哥 穿了腰块 不过此时的大长脸 已经拥有了再生的能力 想象他个儿皮可没那么容易 由于对欣赏人十分的想念 这大长脸便偷偷跟着大耳妹回家 而街上的行人 则都像看乖胎似的看着他 大长脸来到酒吧 这哥们儿一脱帽 把酒吧老板眼镜哥瞎跳 眼镜哥说 你这脸也太难看了 简直是阴魂不散 大长脸说 能把这张脸修好的人 只有毛蛋哥 所以我得尽快找到那孙子 眼镜哥说 现如今毛蛋哥 以为你已经领了好办 敌民我按这事就好办了 你最好戴个面具 再给自己写个一名 这样你就可以冒充超级英雄 大长脸说 死侍这个名字不错 侍奉死神的人 听上去多销魂呢 为了把毛蛋哥引出来 死侍可杀了毛蛋哥不少人家 可到了还是一无所获 转场之后 死侍找到了鸡贼书 这鸡贼书是个怂果 不等死侍动手 这哥们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全说 介绍完死侍的前史 我们再把镜头转回 打架兜的现场 死侍这边刚把毛蛋哥摆平 刚立是带着徒弟少年蛋头出去 刚立是把满满一碗的鸡汤 端到了死侍的面前 说老弟你不能再这么满干 加入我们X战警 用你的超能力去行善 死侍说你可拉倒 等哥们什么时候想好了 再跟你联系 由于刚立是的搅局 毛蛋哥趁机撒子跑 这一切可把死侍给气坏 上去就给了刚立是一圈 可没想到把他自己给打散 为了摆脱刚立是这个鸡蛋狗 死侍自断作手 虚幻一招撒子两 现在的死侍 跟双目失明的李大妈相依为 这二位全是花牢 自要是花匣子一打开 一个比一个能下掰 对毛蛋哥来说 死侍无疑是个大麻烦 为了除掉死侍 毛蛋哥和大兄妹来到酒吧 无意中在墙上 看到了死侍和大眼妹的黑眼 为了防止大眼妹出意外 死侍和眼镜格 来到了大眼妹上班的一组会 由于这张脸太难看 这死侍根本就没有勇气 面对自己的心上来 而正是由于他的自卑 大眼妹被毛蛋哥和大兄妹 给抓走 随后毛蛋哥给死侍发了条短信 说如果不想让大眼妹领和饭 那就在中午12点到垃圾场见面 为了保险起见 死侍去找刚立是和少年弹头帮忙 作为回报 他决定考虑刚立是的建议 加入X战争 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还是大儿子的车 死侍说你跟那女孩怎么样 大眼哥说 我表哥那孙子比我狡猾还比我帅 我算是彻底切了菜 而就在这个时候 后背箱里传来一声散叫 死侍说这什么情况 大眼哥说我听从了你的建议 把我表哥给绑架 我准备按照你教我的方法去干 让这孙子领和饭 死侍说你们可别误会 这哥们是自学成才 这馊主意我可想不出来 来到垃圾场之后 双方也没那么多废话 直接就开恋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大兄妹首先领了好饭 经过一番搏斗 死侍终于把毛党哥跟在了地上 死侍说我以前可是一直靠脸吃饭的 今儿你呀要是不恢复我的颜值 我可跟你没完 毛党哥说你呀就是个脑残呀 破镜怎么可能再重圆 你死了这条心吗 死侍一听能不来气吗 不顾鸡汤狗的反对 一枪就把毛党哥给毙 影片的最后 死侍顺利的救出了自己的惊讶人 大眼妹说你这张脸确实是挺难看 不过时间长了估计就习惯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死侍废话特别多 动不动就开汽车 如果想听混沌者可以找他捞捞客